字幕提供 我們教學部有想要辦這個 這是第二次的 有想要辦說 地方地式的這個瓜窯的比賽 就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透過 除了教育學校以外 我們可以辦法當 透過社區社會 可以影響得越大 我們不想說 這些作品 可以透過瓜窯的表演 或是說在YouTube上面在團 有更多人聽到 可以更愛我們的土地 更愛我們的文化 更愛我們的議員 其中 教育學校跟社會校 我們有選出一個 得優的是教育學校的 沒有水療 沒有水療 他可以得優 他就是 他本身的故事 感動人 都會輸得非常好 客人非常好 所以他可以得到得優 我們人家住沒有水療 我住隔壁爭 就叫做隔壁爭 人家鄭頭 古早時代 常常收拔 我們想隔壁爭 不可以想隔壁 不過現在 我們玩都過去了 沒有水療 該做水療 有水療 像我 親像我們的愛情 開火啊 所以就用這個 在地的故事 來寫這條 沒有水療 油頂的部分 譬如 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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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首曲子 我想呈現的是 父親的心腦 跟一架火 溫暖的氣氛 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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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愿望能够让更多人 做会来尽管这个好地方 卡斯有一天 您如果看到海水一铃一铃 请不回不记忆 要像花样一样 电锅路上 回去自己的故乡 走走看一看 现在 有我们年轻的梦 现在 有我们胖健的人生 这些是我们很特殊的作品 特殊就是梦子 这些梦子 特别是这种梦子 它都会牵刷 很多作品都有表现到 这个人情 这个在地的感情 跌道不论是标放子斑蝶 追寻它迁徙的路径 和国道架设护栏 保护蝴蝶的作为 都有一种台湾人 非常单纯的浪漫情怀 台南是好地方 它这是 它比较像流行过的作法 它好处就是说 它有把所有台南的特色 譬如说点心 譬如说有贵楼 譬如说有文化的高楼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全部都说得到 为了一场音乐会演唱 而搜寻台南地方特色歌谣时 尽寻觅不着 心中台南的模样与音律 于是兴起自己创作的念头 希望能将记忆中 对台南的深刻情感 藉由文字与音乐来传达 这个家族里面 在回来西子湾 他就是想离开这个 西子湾 然后他们不时的数量 西子湾 会想要写这首歌曲 在回来西子湾 是因为看到 作词者的这首歌词 让我想起了学生时期 曾经到访西子湾的回忆 然后透过这首歌 也希望能够 唤起年少时代 对未来的那股热情与初衷 这个感情的性分 表现了非常感动人 我是愿望说 透过我们这个 地形独立式歌谣的比赛 可以以后申请 真正普遍的流团的歌谣申请 甚至我们台湾以后 后台的人在唱的台湾民谣 希望是这样 希望是这样 也放得出来 后一遍 词